LAYO 聊世紀 天影弄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智徒斯2v2的比賽 那今天的登場的選手呢 是我們知名的Viper 那對手呢 是這個米亥還有這個 SEB 都是狐狸戰隊的人 那Viper的隊友呢 是Jordan Jordan也是很久不見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都在打小號 看他很少在打天梯喔 那個Jordan 那Viper最近也是喔 可能也在修養當中 或是在私底下偷偷練戰術喔 都有可能 那Viper這次選擇的文明呢 是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開局的時候會多異村喔 所以在一般的阿拉伯山村開始的情況下 通常都會先補下支付技術喔 避免卡人口 全任東西沒有辦法運作 那在這個多人模式的情況下 就是多人開局的模式下 他的村民喔 是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這個異村的優勢喔 並不會太有明顯的優勢感 因為大家都可以很快升到城堡時代喔 那這一個人口的優勢呢 就會變得沒有那麼的有感 那主要呢 在瑪雅 選在團戰瑪雅的這個文明喔 主要是為了他的工兵整扣 並不是因為這個嘉義人口的 或是資源永續的效果 那工兵單位實在是太便宜了 所以可以很容易喔 一個人爆出大量的強弩喔 甚至在城堡時代大量弩 並有去壓制敵人 那瑪雅這個文明呢 到了帝龍時代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大衝車配巨頭 還有這個羽毛弓箭手 還有自己的一百血的黃金國老鷹喔 作為主力是比較常見喔 那他當然會到遊俠國 也有疾兵可以用 他唯一的比較弱的地方 是他的老頭的部分喔 沒有救贖思想 稍微弱了一些 反制能力稍稍不行喔 但是這場是團戰比賽喔 對方如果有攻神器的話 也可以靠隊友 爆出大量把去壓制喔 那他的隊友呢 是Jordan 選擇的文明是庫曼 那庫曼人呢 最大的特色呢 是封建時代就可以開下城鎮中心喔 讓他自己在封建時代 就可以進行開農動作喔 所以庫曼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蠻棘手的問題喔 你不去理他 他很快就可以農出關 然後出遊俠 爆打大甲一波 所以這個在經濟場來說 也一定的程度下來說 庫曼也是蠻常見的嘛 就目標很單純 就是趕快封建時代雙TC開農 然後樹上帝龍時代遊俠的部分 所以通常遇到對手有選庫曼時候 稍微可以去針對他一下 打一個樹直城 然後城堡前壓 給他壓力喔 那配置稍微亂一下喔 遊俠沒有辦法那麼早出關 就可以打到這個目的了 那庫曼人後期呢 可以打遊俠還有這個清茶 那庫曼的遊俠呢 也是移動速度跑得最快的遊俠文明喔 因為他的每個騎兵單位呢 風軍時代開始就會加5%的這個移動速度 那第1世代則是來到最快的20% 那後期的清茶呢 再配上重頭之類的 還有大通車東西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 但是庫曼後期喔 他有這個科技不足的問題喔 那我覺得這場蠻奇怪的喔 這個Viper跟Jordan都選擇沒有火炮的文明 也有可能是想要打一個快攻之類的喔 或者是覺得這張地圖喔 打這個移動速度快的 騎兵單位的文明喔 會更好一點喔 不得而知 大家可以稍微去想一下 大家為什麼他們兩位會選這兩個文明 好 那我覺得清茶其實像 有點像馬扎爾的文明喔 就是他打馬攻也行喔 打這個遊俠也行 但是他是比馬扎爾 經濟更好的文明 因為他封建時代就可以去 談一下城鎮中心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往往都會比馬扎爾更好一些喔 好 這邊白河利用自己的村民 把這個圍牆蓋一蓋 房子蓋好 對手兩隻洛馬過來想要騷擾 就等這時候用洛馬去掌握一下對手的位置 但沒有進行開戰 因為他知道對方很快就在附近 那白河這邊是找了兩隻冥養 在外面走來走去 那老鷹的部分不知道在哪裡 這邊稍微有挖黃金了 OK 那白河這邊是開始出工兵單位囉 那他的老鷹呢還在野外 現在Jordan一個人要扛兩家 肉馬 好 但這邊已經很順利了喔 雙TC開農上去了 那就沒什麼問題 好 我們就去介紹對手的文明特性喔 這是雙射箭場 OK 那個就是我的 教大家的團戰打法 雙射箭場 然後趕快按兵工場 的一個打法 放這個打法都是20p或21p喔 去升上的光劍時代 然後去點這個射箭場 那白河他們是有特化的 這個打法 配置也是有特化的 稍微簡單接受一下 你打這個打法 至少要5個人去挖進 或4個人 然後雙射箭場 木頭的話 建議是補到10個 那如果你是瑪雅的話 8個人的話就沒有問題 因為你的木材減免其實也是相當多的 那如果你是瑪雅的話 這裡玩電腦還可以再補下這個 第三個射箭場 那黃金記得補到11個人 就可以了 雙射箭場的最低標準 是8村喔 去挖黃金 有8個人挖黃金的話 你雙射箭場的小共 不太可能會斷 甚至也可以點加一擊射 還有這個深層寶石代支援 那如果你是3射箭場的話 建議是補到11個人 邁回這邊補到7個人 待會出來的村民 應該會繼續補村民 補到這個黃金上 那如果他待會要先補一下經濟的話 應該是7個人的 也可以先斷一下 先補一下農天一起 但我的習慣是直接補到8個人 好 Bipe這邊也是補到8個人 最近有點在想要不要先出一些 團戰的教學 簡易教學 就是不是那麼極限配置的 要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 如果大家也有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上場的處 給我一些意見 我覺得團戰教學的東西 可能會更適合 給一般的玩家 畢竟單挑 大家會有這個壓力太大的問題 打團戰的話 可能就比較臭一點 畢竟輸了 還可以怪一下隊友 單挑的話就只能怪自己 就壓力會更大一些 好 這邊工兵來到了12隻 這邊繼續8人挖金 Mipe現在的想法是 8人挖金 然後先趕快灑農田 因為有時候你這邊 光專注去出工兵的話 只有工兵上優勢 經濟上會很慘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大家像Mipe這樣子 雙射箭場先穩定出工兵 不要斷工兵就好了 然後趕快去灑農田 去把自己的經濟搞好 後面Courman也是維持 現在 對於對手來說是很危險 因為Courman現在是封建時代 雙TCKANO 村民處已經來到45村了 領先超過大概10村以上有 如果被Mipe這邊的大量工兵 給擋住 就會有點尷尬 所以這邊應該是要往Courman家裡打 但是Mipe這邊要去支援 Courman也是很簡單 馬上就可以趕快拉過去 幫忙 那如果他們玩後面打的話 Mipe的正面就要維持了 可能要下個城門之類的 稍微防一下 對方直接從正面 復興進來 這個是 可能Mipe不用啦 他的反應很快 但是一般玩家來說 如果你的隊友被打 像這種情況 你又是外加的工兵國 隊友被打的時候 你正面就一定要先維持在所 避免對方直接溜進來 那我相信Mipe的反應力是OK的 那這邊 庫曼好像你要升城堡時代了 好 那這邊工兵要往前壓嗎 好 那對手呢 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 天生有20%騎兵優勢 所以血量上來說 一定會優於Courman 那升到地龍時代 還有這個著名的192遊俠 吃果汁的速度也比較快一點 而且他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所以法蘭克人在團戰的表現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弱 甚至分中規中矩 有點偏強的一個部分 那不列電的話 應該也不用多說 大家應該是最熟悉這個文明 這個是射程最遠的工兵文明 但是他在封建時代 並沒有射程的優勢 到了城堡時代 才有加一點的射程優勢 那到了電弘時代 還有巨型投射機 這個戰狼科技 撥彈範圍 更廣一點 然後準度 會提升到99% 基本上是100%的命中率 那不列電人的射程非常遠 到了帝王時代 常攻兵 有6加6 12射程射程 你只要多走一步 就可以射到12加1的火炮 所以基本上不列電人 打任何文明都不會太弱 只要有出常攻的話 大部分情況都可以應對 那目前看到 Viper這邊是準備要來升到奴兵 城堡時代已經補下 OK 這邊為死 這邊有看到法蘭克已經升城堡時代 這邊就要先為死 那我現在這個為死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如果有在想要打 這個團戰的部分的話 這個 你要記得 對方上城堡時代 一定要為死 這不管是不是他要打你隊友 或是要幹嘛 致命就一定要為死 為死的話 才可以為你爭取一些時間 千萬不要覺得對方不敢從城堡中心流進來 他上城堡時代的話 他肯定是敢流進來的 因為他有騎士 這個防禦力夠高了 不怕你的城堡中心 好 再來Viper是29隻公兵 扛住 那Jordan這邊是派了幾隻騎士往前 稍微試探一下對手的軍力如何 然後看到對方一直瘋狂馬爆 再來他自己開出了第三個城堡中心 再來上方的部分 因為這張地圖的黃金其實很少 都只有這種兩塊兩塊的 挖完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Viper也會有斷金的問題 那雖然黃金沒有 待會要出去挖 也只能到右邊這裡挖 但是現在是雙射箭場在出工兵 要八個人維持挖金 但這邊挖金的範圍人數可能會少一點 可能往外圍 對往外圍出去 才可以繼續挖右邊的黃金 好那Viper這邊生死帶稍微慢了一點 這一波有可能直接一波倒嗎 Viper往後拉了一下 哇這看起來有點危險喔 還有啊後面有稍微微了一下 讓對方又拖了一點時間 這裡再補一個大雪 然後敵對手繼續往前推進 那這裡Viper絕對不能打 對方現在有弓兵射成的優勢 自己還沒有二級射跟拇指環 不是拇指環 這個奴兵 OK奴兵升級好了可以上前了 這一波Jordan從後面包夾進去 後方的黃色騎士往前進攻 這邊用線攻擊是前方的工兵單位 這邊直接分個兩隊開始射擊 幫忙射一下騎士的數量 不然這邊騎士數量太多 有可能會打不太贏 但是Jordan這邊也是拉了幾隻騎士到前方 偷砍一下前方的工兵 這邊殘血騎士輸出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哇離死之前砍了至少四五隻的工兵有了 Jordan這一波的交戰打得非常的漂亮 LIP也是用自己的工兵射掉了非常多法蘭克的騎士 法蘭克的騎士現在數量也不多了 這一波大戰之後 狐狸戰隊的人可能會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先偏轉龍一下 但是兵一定要繼續出 在團戰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邊打邊喔 這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覺得真的不行的話 你的經濟 也可以直接all in喔 出兵打一波 賭個一波 打不贏就投降 也是可以的 那我是非常不推薦喔 因為這其實有一點 不負責任的感覺 因為整個團隊喔 就被你這樣賭喔 然後賭掉了其實也不太好 那邊打邊喔 還是我比較推薦的方法 還是有翻盤的機會 當這波打進去損失掉之後 就要轉手為攻會更好一點喔 開始去挖城堡阿 然後插下自己城鎮的東西喔 趕快去農喔 那城堡的話 最好是補到正面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資源點 就像農田佈景之類的 好 那目前法蘭克跟補列店呢 都沒有打算要挖石頭 那挖石頭是傷經濟的事情喔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目前看到viper跟Jordan 都沒有想要爆挖石頭去插城堡 好這名Jordan騎士 稍微攔解了一下出來的工兵 好這射掉了幾隻 騎士上前 直接往前貼 兩隻騎士去後面應戰 但是這裡好像是沒有控好的關係 所以才往前上去打 OK 法蘭克這時候補下了耕種技術 好 右邊的工兵 viper已經開始在騷擾 米亥後方的 團克的村民 那下方這邊有老鷹 viper的老鷹看到對方已經在上面 拖開TC出來了 這邊現在是2TC 但viper他們是3TC已經在開呢 OK 3TC的話就可以開始挖石頭 經濟會開始慢慢整好 好 好 久等這邊 聰明樹領先的非常誇張 85村 但是 法蘭克這邊的聰明樹慢慢追上 3TC 追上去了 久等這邊一直有斷村的跡象 聰明樹並沒有按得非常的 穩定 不確定是為了什麼 可能是為了點2級挖金 聰明樹斷了一些 聰明樹稍微被追上 變87村 好 這邊想要自己手勢城鎮中心嗎 好像有機會喔 久等這邊點下了2攻 用一隻騎士去吸引城鎮中心的傷害 OK 這一招我們在直播裡面 常用示範給大家看 在這個戰役裡面很常用的招式 吸引城鎮中心的箭矢傷害 然後讓其他的騎士可以順利的去輸出城鎮中心 好 這邊城鎮中心快被打破 然後這邊有個細節喔 就是你不要右鍵去點城鎮中心 這樣一出來的村民喔 你的騎士就可以馬上去追擊了 然後他如果敢修理的話 村民就會直接被爆砍一波 所以會建議是點直接 點呆在這個空地上 這個算是 世紀帝國的一個 手撕城鎮中心的小技巧 好 這邊直接追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法蘭克的村民樹下降只剩11村 伯利店現在攻兵上的數量非常少 而且也沒有挖石草 並沒有轉手為攻插島 這一波可能會直接倒喔 Vipe這邊攻兵已經衝了進來 完了 好 右邊城鎮中心手撕掉之後 Jordan想要再繼續攻擊 不列甸的城鎮中心 這邊還拉了一隻弓兵在左邊偷射 但這邊的壓力越來越大 現在這邊已經壓制住了 城鎮中心野外的部分 好 騎士在後方回來救一下 好 這時候再又往外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城鎮中心不往外開喔 會很慘喔 因為黃金會斷的很快 一旦斷機了 就只能GG了 好 那擴板這邊村民樹 拉到了快要110村了 那Vipe這邊呢 則是來到了 來到了16隻公兵 公兵單位沒有再繼續出的非常多了 因為他這裡沒有轉到四射箭場 或是三射箭場 一直都是雙射箭場 在出公兵單位的 那這邊有可能是要顧及自己的經濟喔 然後需要挖城堡出來的關係 挖城堡出來真的是很傷阿 所以公兵單位自然就不會太多了 好 這邊挖了一根堡之後 要來插城堡 想要控制住不列甸這邊的城鎮中心 但這邊好像不用插吧喔 這個好像也沒救了 哎呀 這個城鎮中心 直接手撕掉了 好 直接取消 再往前一點 控制住金礦 自己來挖黃金也行 好 做人現在是到處給對方壓力喔 那反安克的騎士也是 有點過勞 不知道該先去守哪 一定會比較好 但不列甸這邊的公兵數量有點多 喔 Jordan這邊要不要包一下 這邊稍微圍一下 讓他進這個窄口 先砍房子 然後把房子砍炮 然後去包夾他起來 但後面有法蘭克的騎士 右邊騎士要趕快回救一下 不然這一頭公兵怎麼會被包掉喔 好 看到對面騎士來 Jordan把自己的騎士也往後拉 那後方現在有viper的城堡 放住右邊的黃金了 那這邊開打起來 對法蘭克跟不列甸是非常不利的 瑪雅這邊就去開搞起來 去挖後面的石頭 然後一直去插城堡去壓制對手 那Jordan這邊點一下了帝王時代 好 後方的 庫曼騎士 加上 viper的公兵 打一個雙線 這個是超級多線自行 唉唷 完蛋了 這波法蘭克騎士夠多了 23隻 這波一定可以包夾掉 viper這邊拉扯一下 騎士過去前方踩一下傷害 但這邊包夾速度非常快速 直接從後面開始輸出 這一波應該是能包掉的問題 不大 好 先升到帝王時代的是Jordan Jordan這邊是庫曼 剩下的重裝騎士 還有三級的騎兵鎧 但對手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因為已經有一家先生帝王 這邊衝撤也出來 他們覺得GG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而右邊的城鎮中心 一直瘋狂被壓制 沒有辦法順利開出TC來 臭民術會是一直非常落後的一個情況 但是GG確實是GG的時間還不錯 算是蠻OK的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viper拿到了這個 兩萬三支援 並不是非常多 那Jordan則是拿到了第一秒 三萬六 哇 就知道庫曼封建時代 開農經濟到底有多誇張 那個正常開農開島 經濟就差不多 但你庫曼玩得好 首先要有個強大的外加 會幫你扛住前線 而且你自己 家裡也要圍得很好 防守上面有太大的漏洞才行 畢竟庫曼是沒有大石牆的圍滅 但是牠牆血量特別多 這也是牠的一個優點 庫曼到了後期 再爆出游下來 真是毀天滅地 但庫曼強 也是只有城堡時代初期 跟地獄時代初期 會特別厲害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KD的部分 KD的部分是由庫曼拿到1.52 那法蘭克跟不列電燈都將近10.1 大概是1.1的KD 那麥卡這邊是0.80 畢竟 Viper這邊是一直用弓兵 去多線騷擾對手 所以弓兵單位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這沒有辦法 但只要一騷擾到 讓對方騎兵 沒有辦法在一個很好的地方 去支援城鎮中心 就很好了 因為剛剛畫面其實沒有帶到 Viper的弓兵在右邊一直在騷擾這邊 所以Jordan才有機會去把這個 法蘭克的城鎮中心可以拆掉 這我覺得蠻關鍵的 Viper犧牲自己的弓兵 引誘對方騎士去救一下這邊 讓自己的內家 庫曼騎士可以去拆城鎮中心 那這個打法我是覺得蠻推薦的 大家可以去跟自己的隊友 稍微去探討這些戰術 升東擊西 用這邊去騷擾吸引對方的眼球 去趕快拆開對方野外的城鎮中心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策略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